恭喜全國的好朋友們 3545敦泰 連續兩天亮燈漲停板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線 我是David 來好朋友們 今天我們來聊聊幾個重點 第一個敦泰的漲停 您上次的演講會 David怎麼跟你分享的 第二件事 台灣股市即將創高 該怎麼看呢 來我們今天節目正式開始 好朋友們 有圖有真相 那當然 只要您是上一回 來聽David 3月17號 線上會員專屬講座的朋友 非會員我們也講過了 著收你1000塊就好 相信各位好朋友們 剛剛講的敦泰 你一定有賺到 來請看我的字卡 上週先恭喜會員們再度現買現賺 亮燈漲停板 3545敦泰 這個價格大概150 今天早上一開盤 觀眾朋友們 他不是沒有開盤 他是因為他一開盤就漲停 恭喜會員朋友們 3545敦泰連續兩天亮燈漲停板 174塊 禮拜五是150 那今天是174 好啦重點來了 這不是沒有開盤 是真的有開盤 好不好 只是漲停板而已 所以唯一一點點 讓我覺得有一點點小小的可惜的地方就是 上禮拜你沒有先布局的朋友可能今天比較難買 但是我還是要先講如果你有來看David的講座的 David有確實的教各位怎麼去評價這些股票 所以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複習一下怎麼看 請看我的電腦 所以全靠朋友們如果您上週有來我們的演講會 上上週了3月17號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股票好了蠻有意思的 好3月17號應該是這一根對 3月17號當天的敦泰3545是黑K收盤139 3月18號上漲19號上漲緊接著回檔4天 上星期連回4天是不是有買點150塊付金 禮拜五買150收盤漲停今天開盤又漲停 所以我們已經賺了兩根漲停板 所以選購好朋友們如果您上星期上上星期 都有來看David的講座的 不管是3月17號看到的還是隔兩天才看到的 或者是那個週末才看到David的線上講座的朋友 我都花很多的時間在跟大家聊聊 驅動IC的這一塊 其實我特別講我說那些東西要怎麼評價 所以各位好朋友們 如果您不太記得的我來幫您複習一下 不過今天呢再次恭喜好朋友們 我們的敦泰漲停 那明後天David會幫你準備 新的菜色 全新的菜色 所以全靠朋友們如果您有興趣的 請務必跟上腳步 看我的字卡 那上週還要當股票漲停 不過他已經快收盤的漲停了 我就比較沒有直接拿出來給大家了 高價股 我們的老朋友 去年已經賺超過300塊的利基 4968利基 上週五又漲停板了 各位朋友們 您早就買好了 所以全靠朋友們 如果您對於David的操作 我們的好標的 我們的標股有興趣的 我開放最後一次 今天加碼一天就好 演講會現場的專屬優惠 艾浦的10倍速模式 會費直接打66折 打完66折後 您上次演講會現場付的1000塊 我也給你10倍 直接折1萬塊 有興趣的朋友們 請直播我們專線 02-6630-3231 這個優惠是演講會的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3月底了 感謝各位的支持 敦泰已經連續兩根漲停 我們開放最後一天就好 就今天最後一天 好緊接著 剛跟大家聊到兩件事 第一個 天玉 敦泰 3034的聯勇 怎麼看 為什麼值這個價錢 來 全國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有來聽David的講座 我有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大家記不記得 我有說一個吃很飽的故事 給大家聽 你還記得嗎 那我說天玉怎麼評價 敦泰就會怎麼評價 所以驅動IC族群的本益 比應該要給多少倍 對不對 如果你知道他大概賺多少錢 你給的倍數來評估現在的價錢 你就會覺得那敦泰可以買 這漲金碼是這樣來的 至於給幾倍 其實驅動IC大概可以20倍 講這個之前 我覺得有個觀念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全國觀眾朋友們 仔細聽 坊間有很多專家 包括很多很厲害的名嘴分析師 有一件事他們常常搞混的 不同族群的股票 不可以相對去類比 打個比方 為什麼某某股票 比如說天玉 驅動IC或者IC設計 像這樣的股票 為什麼本益比只有20到25倍 只能值這個數字 老師不對啊 那為什麼3661世新 6531愛普 你上次講過 他可以值50倍 來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不理解我剛剛講的 我現在秀給你看 你看我的電腦 這是敦泰嗎 我們說他值20到25倍 好 4961 我只能是本益比 老師 天玉你也說20倍左右 那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他賺多少錢 你把它乘上去就好 可是我先跟大家分享 你看現在天玉的股價293百 您知道4961的天玉 搞不好會比6531的愛普 還要賺錢嗎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上回Klavy跟你分享過 愛普可能賺十幾塊錢 對不對 六五三一愛普 老師你說賺十幾塊今年 現在九百耶 九百塊 怎麼誇張 可是David教過你 我說愛普如果賺16塊 乘50倍就800 對 IP Core是乘50倍的 你一定很疑問 老師IP Core跟IC設計 不是很像嗎 為什麼IP Core50倍 IC設計則20到25倍 然後你再看另外一檔 看完電腦 3661世新 股價最高1000塊 對不對 世新也是賺這個數字 就20塊上下而已 所以3661世新也是50倍 所以世新50倍 愛普50倍這叫IP Core IP Core跟IC設計成像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坐的是50倍 50倍 50倍本益比 一個只值20倍 25倍 只值這樣子而已 所以David教會說 如果你回頭看看EPS 這大小小差很多 愛普賺得沒有明顯多 對不對 3661世新也是 可是我們天玉只有兩三百 為什麼愛普可以八百九百 但這就是市場 給不同族群 不同類型的股票的評價 那個東西叫本益比給的倍數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再講個更極端的例子 長榮海運 陽明海運 一季就賺多少錢 要許我一季賺三塊 那為什麼股價只有這個價錢 這樣可以稍微理解 所以David剛剛講的那一段很重要 如果你要知道你現在買的股票 應該要值多少錢 請你按照David給你的方法 不是都是電子股 對不對 愛普就可以拿去跟某某股票比價 IC設計還IC設計 IP call是IP call 完全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未來 你今天看的這個節目 有一天你看到某某專家 某某財經雜誌 記者新聞的寫的 某某股票 它是這個族群值多少錢 另外一道電子股應該也值這個價錢 錯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這也是上回音響會跟你講的重點 我說如果你可以了解這市場的評價 你慢慢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David愛普一百塊 就跟你說它可以值多元 是這樣算來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你說為什麼上禮拜要把敦泰撿起來 原因在這裡 OK David這樣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還不夠明白的 改天有機會 我們再開一個專欄好了 我們再一點一滴的細細的分享給你聽 當然今天節目的重點 除了恭喜各位3545敦泰漲停之外 台北股市為來的行情怎麼看 也是今天節目的重點 我們多花一點點時間跟大家聊一下 現在時間是3月的29日 大家知道台北股市每年4月份 都是全年最容易 軋空的月份 不記得嗎 不記得嗎 不記得我讓你看一張股票 看我的電腦 記不記得去年3月買愛普跟你講什麼 我們把圖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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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歲月如梭 時光飛逝 回到去年3月 3、4月份台北股市的愛普在這裡 在在在在在在這邊 我們那時候不是買100塊嗎 4月13在這裡 圖有點小在這裡 有沒有愛普從那時候股價不到100 4月份到5月已經噴到200多塊300 有沒有發現 那一個月噴兩倍喔 這一段 那個時候的愛普並沒有賺錢喔 六五三愛普那時候去年上半年是沒有賺錢的喔 沒什麼賺錢非常少 所以很多人去放空愛普 我還記得我4月13號買愛普的時候 融券余額是0 到4月底 愛普的融券放空的張數的余額是接近3000張 然後從4月噴到5月 股價從100噴到了500 4月5月兩個月的時間 六五三愛普從100變500 融券的倉數 放空的張數從0變3000 5月5日前 是不是一個非常恐怖又有趣的故事 當然對我們而言 對觀眾朋友你而言 因為你賺到了我們會覺得有趣 所以我才說台北股市場景怎麼看 千萬不要忽略了 4月份是個全年最容易軋空的一個月 所以好朋友們 當最近台北股市指數又逼近新高的同時 一定有很多人跟你說 台北股市要怎麼樣怎麼樣的 其實那個邏輯很有問題 融資水位高不代表台北股市會回檔 但軋空在4月份每年必然出現是一個事實 原因無它 因為那個融券是強制回補 如果對台北股市的行情 稍微了解一點的朋友 你都知道我講的是什麼了 所以未來一個月的時間 台北股市依舊非常的好操作 但重點是你的股票買什麼 好了今天節目我們就很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關於剛剛那些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 沒關係 稍微上網查一下什麼叫融券的軋空 為什麼4月份會強制回補 4月份會決定 每年股東會開會的日期 股東會開會日期之後 我要決定股東名測然後造冊 股東名測決定的時候 他融券的日期就要強制回補 所以每年大概4月份會絕大部分 有一缸子的公司股票會容易強制回補 融券跟融券的股票要強制回補 融資不用 所以台北股市多跟空之間有非常不對稱的條件 不說白了知道嗎 所以台北股市其實很不適合放空的 那剩下的我們就不多說了 因為這是個多的行情 幹嘛要放空呢 您做多多好賺 好啦節目最後的時間看我的字卡 所以今天我們再推出最後一次的 演講會專屬優惠 複製埃浦十倍速模式 會費66折 付演講會那1000塊 我們折1萬塊 那就僅止今天一天就好 每週天呢 David有新的標的 要帶好朋友們一起進場 如果你對David老師的好股票 也有興趣的 請每天鎖定David的頻道 記得按讚 記得訂閱 要每天看 我們每天都會講一些有趣的故事給你聽 至於我們剛剛講 音樂會那個什麼吃到飽那個 吃很飽的那一群人啊 對人家吃很飽 總是有它的方法嗎 我們不用太聰明 但我們知道你要怎麼做的就好 給您做參考 也把標股分享給你 那有興趣跟上的朋友們 把握今天僅止一次的 演講會專屬好康 咱們明天見 本節目資料緊急中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股104年金管投股 新資地009號